黑熊学院由沈柏阳和陈辉于2021年创立 以开设多门课程致力提升社会任性 今年迈入第三年 彰化基地正式成立 由沈柏阳立委担任荣誉院长 陈素岳立委担任召集人 洪宗毅担任执行长 彰化基地首场训练于8月31日在二林国小登场 由肖美琴副总统主持开训典礼 意外的发生 那我们现在要让电网更具任性 谢谢今天黑熊学院的彰化基地 特别邀请我来跟大家见面 也特别谢谢今天大家踊跃的参与 那这一堂课程参与的人数远超过我当初 跟洪宗毅结合间的这一团的学员 我自己学到很多 但是有一个东西叫做肌肉记忆 就是说我们开车的时候 比如说踩刹车 我们会很本能的知道遇到状况 我们身体就会马上有一些动作 不要再花五秒钟去思考 所以你们今天学到的东西 如果真的在紧急状况要用得到 也要常常去练 常常去彼此的提醒 来自彰化市 今年93岁 那听到我们天小学院有这样的课程 那也第一时间就报名的来参加 感谢各位 那现在请各位用最大的掌声 来工作 彰化人彰化市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